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24春节当电影《神仙打架》 肖战爆料勇夺票房冠军,一时已起步。 近日,随着肖战合装达菲主演新电影《射雕英雄传》的有序进展,2024春节当可非常热闹了,用观众们的话来说就是神仙打架。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春节当上映的新电影名单里,肖战被寄予厚望,不断爆料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要勇夺票房冠军,一时已起步, 对此不想过多说什么,只管期待和支持即可。 据悉,2024春节当上映的新电影不少,每年的此时此刻都会掀起看电影的狂潮,看电影也似乎成为了春节期间的必选项目, 这也就意味着春节当新电影《神仙打架》,竞争力很强。 目前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官宣在春节当上映,作为非常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实力派演员, 搭配上徐克导演的武侠片,被寄予厚望夺得春节当票房冠军, 还有人直接说起步就是一时已,静观其变吧。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目前并没有在意票房数据,只希望肖战拍戏可以顺顺利利, 这段时间还在剧组拍戏,并没有杀青。 作为粉丝和观众,大家管不了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只能管好自己, 只要这部电影上映,肯定会和好朋友和家人去电影院里支持《射雕英雄传》,这种态度很坚定。 总之祝福肖战,拍戏顺顺利利,预祝票房大卖。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祝福一切顺利, 未来的路很长,携手并进,共同努力,追逐梦想,不言放弃。 肖战顺顺利利,一切安好。 举办方曝光肖战红海盛况,直言冠军明星闪亮光芒, 成全场焦点。 近日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帮举办方在网上曝光了肖战之前带来的红海盛况, 肖战站在舞台中央,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舞台下满眼望去都是红海,汇聚着观众们对肖战的热爱。 值得一提的是,举办方还直言肖战就是冠军明星,一直都在闪亮光芒,这就是肖战的现状。 据于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举办方曝光,肖战的红海盛况引人关注, 肖战不愧是冠军明星,站在舞台上一直都能够闪闪发光闪亮光芒, 肖战不由自主就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 这就是成功后的肖战,放在刚出道的时候, 想都不敢想,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就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值得如此,也配得上大家的热爱。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支持, 内心也不由自主躁动起来,想一想之前的红海盛况, 爱就是要表达出来,肖战见到了观众们的爱,这是双向奔赴。 如今的肖战,越来越低调,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拍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看起来也要杀青了,提前祝福肖战新电影《杀青》一切顺利。 总之感谢认可,还是那句话,肖战首先确保自己问心无愧, 对得起观众们的支持和热爱。 与此同时,肖战还是一位正能量偶像,可以继续跟随肖战的脚步, 大家共同努力,保持积极阳光正能量,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肖战未来可期,顺顺利利。 娱乐圈神奇友谊 肖战给李健演唱会送花篮上热搜,梦幻联动。 近日,网上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关于肖战的热搜话题,内容是肖战给李健演唱会送花篮, 一个小小的举动在网上引发热议,不禁感叹一下娱乐圈里的神奇友谊, 肖战和李健是如何认识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梦幻联动此前夜不少,肖战给林俊杰、张艺兴等当红艺人都送过祝福, 这种场面非常温馨。 据悉,肖战给李健的演唱会送花篮这件事情登上了热搜榜, 不少人都在话题下感叹娱乐圈里的神奇友谊,梦幻联动着实给人看类目, 从张艺兴、林俊杰到李健,相信肖战在娱乐圈里积累了非常多人员, 好朋友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林俊杰、张艺兴、李健等人和肖战一样, 都是专注型艺人,热爱事业,脚踏实地,不忘初心,非常棒。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也都跟着肖战的脚步, 为李健的演唱会送祝福,都是本人非常喜欢的歌手, 彼此之间还是好朋友,可太开心了。 话又说过来,没记错的话肖战和李健曾一起登上过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 没有合作,但是这台下肯定也非常熟悉。 总之祝福肖战,继续努力吧, 未来的路很长,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会迎来非常多好消息, 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我们可以继续期待肖战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不忘初心,勇意前行,再接再厉。 肖战未来可期,顺顺利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